先分析 先分析 因为这是我很小 我妈妈最早让我背的 我们很期待 来 北国 风光 青里冰封 万里 雪飘 往长城 内外 围雨茫茫 大河上下 顿时滔滔 山五迎时 圆时 蜡下 欲天宫 誓笔高 虚秦日 看 红庄四国 分万妖娆 江山 如死多教 引无数英雄 尽折腰 细 秦皇浩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 烧训封丧 一代天教 沉姬四汗 指使温宫 涉大雕 巨王 属风流人物 还看 今朝 我觉得啊 像我感触的 像对中国 这么伟大的五大帝王 就出这么准确精确的概念 毛泽东第一人 我说的 这五个帝王在中国都是利用丰功伟业的 但是在主席的评价当中 非常范围 那么尽管说 成吉思哈 一代天教 很多人崇拜 确实他在先进的时代 他确实只是湾宫设大雕 还有